这几种族宗教和皇室的3R课题 不时会被有心人用来煽动炒作 政府也多次警告和采取对付行动 不过国家团结部认为 暂时还没有必要制定新法律管控 因为现有的法令已经足够 爱伦达刚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 回答成信党私家庭国会议员阿米诺胡达的提问时说 通过现有的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以及煽动法令 已经足以对付触碰3R敏感课题的人士 因此暂时不需要拟定新法令 不过如果真的有需要 国家团结部也会全力支持 谢谢